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 這集我們是好物推介 好物推介的主題就是旅行 很想去旅行 因為接下來我終於要旅行了 其實是做一個旅程來的 所以這次旅行 我再找我以前旅行逼備的產品出來 原來有些東西真的很好用 真的是旅行逼備的產品 所以這次就推介給你們 我第一個推介的就是 噔噔 好像是耳環吧 不是 其實這個是AirTag 市面上都有很多不同牌子的AirTag 就是連接你的電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行李 Delonings就放在你的袋子 你覺得會離開自己的小小 然後拿回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track到它去了哪裡 大家有沒有試過是機場不見行李 就是到了你要去的地方之後 哇 找不到行李那一刻 真的不知道想怎樣 因為我之前真的試過的 到了那個地方 然後就行李不見了 哇 我那一刻真的 做事的旅程是令人最頭痛的 可能我們進去的活動 但你的衣服全都是在行李 那一刻你就糟了 每天的早上才拿到行李 那一次就真是好幸運 可以找得回 我剛剛看了一個新聞 兩夫妻 他們就去了travel 回到家之後的地方 就找不到行李 然後他們就等了三四個月 航空公司就說 我們的系統還沒更新 你等我們 我們可能幫你拿回這個行李 誰知道到最後 兩夫妻自己去到那個地方 去找他的行李 才發現那個地方是一個慈善機構 這個行李因為上面找不到牌 所以他們以為這個是一個 可以捐贈給慈善機構的一個行李 所以最後他們靠了Airtag 去找回自己的行李 這件事我覺得 都很幸運是有這個的幫助 都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大家都有這些 不見行李的經驗 或者很怕不見行李的話 都可以嘗試一下用這個產品 好處是他真的提供了 多一點的資訊給你 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擔心 或者你可以比航空公司 知道你的行李在哪裡 第二個要介紹一個好文 這個就是一個真空袋 我手上拿這個尺寸 其實是比較小的尺寸 這個袋很好的 就是他叫你裝東西 沒有超過這條線 因為有時候我們裝裝一下 你覺得可以放多一點 放多一點就塞到它很脹 塞到它很脹的時候 你是很難真空到一些氣 因為當你塞太滿 可能這個扣 扣得不實 其實這個袋是用手捲的 把東西放進去之後 就捲捲捲 就是把東西的空氣逼迫出來 最後用這個扣 這樣關掉就可以了 我覺得是很好用 去程 你未必需要把所有東西真空 回程你就在行李裡面 放多幾個袋 到時將你本身有的東西真空了 至少可以有三分一個位置 可以放新東西 如果你是真的去一個購物 買衣服比較多的一個旅程 你就帶多幾個袋 我覺得可以節省到一半 其實最麻煩的是一半都可以 這個是小一點的尺寸 這個是一個大一點的尺寸 這個尺寸就會跟一個行李箱 一半的尺寸幾乎相近 將這個都沒有放那麼滿 因為如果你放太滿 如果當你吸得很硬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不能放進行李箱 所以我可能會放少一點 然後把它弄得扁一點 形狀就好一點 容易放在行李箱裡面 這個為什麼會好用呢 就是它有這個扣 就是不需要用一個泵 自己泵走空氣 當我們把東西放進去之後 用手這樣壓好空氣出來 把這個扣拋下去 就已經完成了 其實我自己做真空 是有一點點暴力的方法 通常我捲了一半之後 我就整個人坐上去 一邊坐一邊坐一邊坐 把空氣扣拆出來之後 就封緊它 然後再扣 第三個有推介的小物就是 這個是一個玻璃煲水的水壺 以前一直用的是一個 可以拔高雜扁的那種 那種是直膠製的 它的好處就是它可以煮蛋 可以煮麵 還有很輕巧的 很輕 只有這麼小的尺寸 不過為什麼今次我沒有推介它 我用這個推介呢 因為我發現原來這個玻璃更好用 因為這隻膠始終煮出來的水 是有一點點膠味的 那時候我旅行 以前就會是用來沖茶喝 令到自己聞不到那種膠味 就覺得算了 可能這個煮出來的水 也比酒店的水壺乾淨 因為我有一點點介意酒店的水壺 所以我一向都是不用酒店的水壺來煮水的 所以當我發現了這個玻璃的水壺之後 就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完全沒有膠味 而且它的尺寸很小的 那它也是後面這個位置 是充電 那你可以洗的時候就關上它 那都容易點洗的 又可以撒蛋 其實都可以的 香港啦 我自己的Staycation 我都會帶這個出去的 幫BB煮水 沖奶 我都是會用自己私家水壺來煮水的 但是就記得電子用品 它的電壓 這個就是220的 歐洲是可以的 因為歐洲的電壓都是220 它就是有一個沖茶的功能 因為它前面的選項 它有四種不同的 它就是煮水 一個叫快泡 一個叫花茶 和保溫 通常我只是用來煮水的 或者是保溫 因為保溫都挺好用的 你可以保溫保持著 它要是50度 再倒出來喝就很快可以喝到 第四樣東西要推介的就是 好 變個魔術 是不是很好呢 我覺得這個產品 可能女生需要比較多 因為我們真的有很多衣服 有時候去酒店 未必會給你們這麼多衣架 還有我覺得酒店的衣架 都未必是最乾淨 有時候想掛自己的第三褲 掛自己的毛巾 所以戴一個自己的衣架 是好用很多 你覺得是乾淨很多 而且它這個尺寸真的很方便 它一套通常可以買幾隻 就算幾隻放在一起 你都不覺得瓦釘 而且很輕 如果你喜歡自己 帶私家的東西出去用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第五個有推介的就是 看到嗎 這個頸枕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實這個跟了我很多年 放在這裡 現在三年沒用了 接著再插出去 都是這麼好用 好像我是一個頸比較長的人 所以如果一些枕頭 它不夠高 這個位置 或者太軟 就會很容易砸了下去 這個夠高 所以就可以支援得好一點 可以令到我的頸 就算後面 前面 因為可能是我睡覺會這樣睡 它這裡有一個扣 所以你不用擔心 是固得很實 其實它要有一些空間 給你調節 撕著你是怎樣跌 你的頸都可以支援得很好 這個頸枕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用 我記得我當時用這個 飛回加拿大 之後我的妹夫看到這個頸枕 這個很失望 很舒服 它就套在頸上試一試 試完之後它很好用 然後他就馬上買了這個 因為當時它飛加拿大去美國 但他也會覺得很需要這個頸枕 因為你上飛機 可能就會真的休息 想睡覺 他就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可以支援到它的頸枕 我推介過給身邊很多朋友用 大家都覺得這個是最好用的這個頸枕 它是可以收得很細 而來這個可以拆出去洗 其實通常我是把它收起來在袋裡 把它這樣紮 這麼大的袋裡面 就非常之輕便 最後一個要介紹的好用的品 就是一個充電器 大家都知道我們旅行的時候 經常都可能要帶一些轉換插鬚 這個就是一個轉換插鬚 又可以是一個無線充電的充電器 所以其實它可以說幾個功能 是不是一新 所以就算有時候真的 去到當地忘記帶的那條線 你都還可以頂得住 因為你可以把電話放上去充電 還有如果你是出街 怕不夠電用的 這個又可以用 還有它有四個USB的插口 不只是USB 當然有些C-type 我覺得是很好用的 不同的一些器材都可以充電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最新款的 但是我用了這個幾年 都覺得其實挺好用的 所以都是推介給大家的一個好物 希望大家可以travel safe 和travel like 和happy travel 今集這個好物推介就到這裡 今天介紹了不算太多 但是每一個都是我自己用過 覺得非常之好用的一些好物 希望都可以對你有些幫助 因為我知道今年很多人都開始 計劃了一些不同的travel 接下來都會再發掘一些新的東西 希望我們下次我有些新的東西 帶給大家推介一些好用的東西 或者你們覺得有些什麼好用的東西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都開始我的 Travel with Elva這個系列 又回來了 記得留意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當我拿了過來之後 是一次都沒有用過的 但是 是不方便travel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自己的水果 我唯有用以前那個接激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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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